好 另外呢 彭博社的报道有说 习近平将会在出席这个APEF峰会期间 跟美国的企业高管共进晚餐 预计会有数百人出席 而且现在大家说这个每个人的门票2000美元 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有说 中美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 共同努力 好 这个是习败会的部分 好 当然呢 除了这个元首高峰会之外 另外呢 底下其实有很多的官员 也有互动跟交流 而且还蛮密切的 11月9号在华府举行美中的军控会谈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跟中国外交部的军控司司长进行对话 另外呢 11月16号在印尼举行东协防长扩大会议 当然现在呢 五角大厦已经向中国传达 安排中美防长对话的要求了 好 但是呢 中国的国防部长人选 现在还不知道嘛 另外呢 11月8号到12号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访问美国已经去了 这回是应叶伦的邀请 大家有在分析说 是不是为APEC暖身呢 当然说到这个叶伦 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 叶伦访华拜会何立峰 当时这个画面呢 大家也有不断地来放大做检视 因为叶伦至少三度向何立峰鞠躬 大家就说不知道是本身叶伦 他的这个生态身形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这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呢 我想先请帅将军帮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习拜会 现在地缘政治这么紧张 习拜会见面 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和缓的讯息吗 也不是和缓 这就叫不破 因为斗争还在继续 斗而不破 他不能破 因为美国也不希望破 中国大陆也不希望破 中国大陆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吗 对台湾的寄望于人民 他不寄望你民进党 对美国一样 我寄望你的商人 没错 因为美国的商人不太受控制的 因为美国是以商力国嘛 商人有很多的钱可以游说国会 所以你看他这次习开多少桌 30桌吧 几百个人出席 一张出席门票就2000美金 代表什么 能卖得出去就代表商人反应热烈 你看大陆在搞那个进博会 日本不是跳上跳下 跟中国大陆唱反调吗 美国不是唱反调吗 去的都多 代表什么意思 经济才是大国追求的终极目标 对 我真的有钱的时候 什么都强 我穷的就不要谈了 中国大陆在等着 等什么 经济服输 玉平完了以后 大家都在唱衰中国 什么房市了 有什么避贵园了 对吧 他现在又起来了 慢慢起来了 因为他是完全可以控制嘛 第二个美国希望跟房长见面 你搞清楚啊 你美国的房长好像是有点什么地位跟势力 在中国大陆在完全是军委会掌握嘛 对不对 今天李尚福下去了 他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嘛 哪里说你美国要求见面 我就要匆匆忙忙找一个 因为这个房长对外的东西很多 要了解李习近平的核心思想 要了解核心平的战略思考 要了解跟美国打交道磋商的技巧 那也不是一个纯军人可以干的 你知道吗 当初李尚福是因为他具有采购经验 跟这个发展科技界的东西 他这个背景是强的 所以今天不管李尚福是他个人贪度 或者是当初他升官的时候 这个贪度的共同贪污 就系统性的贪污被牵连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中共绝对不可能 因为你美国要求 所以我就派一个房长给你贪 所以这个东西啊 对中美关系有实质上的突破 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今天只是发表一个 大家可以听得下去的声明 这就是旧金山会议的一个成果 其他你看不到 双方丢一点善意嘛 美国说我买你的大豆嘛 你已经很久被我管制好多年了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能换到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看不到嘛 一定会有交换的行为了 只是换得多换得少 换得赚还是换得亏 就看双方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基于政治上的所需 拜登希望连任之前 跟中国有所协议 免得被人家讲 你跟全世界作对 何况我再分析 我是搞军人的 军事实力来讲 美国在第一岛链是完全失败的 第一个 它的主力都退到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去了 菲律宾补不上这个区 美国的航母十一条 今天出了五条 已经竭尽所能榨干 所有在训练中间 在维修中间的航母都出来了 因为他两条马上要退休了 所以这个是往下衰落的 看着最后的昙花一现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 你不要谈别的 什么两面作战 三面作战 你连以前守了这么多年 第一岛链都断掉了 只剩日本在那里撑了 所以今天这个东西 在大国博弈来讲 斗是必然 破是未必 你这样看 对九云三里的期望就不必太高 我的看法就是 刚才你们还谈华为 我告诉你 华为已经避开 跟你Apple的战场 Apple还在5G里面 通信来传电影来传 华为将来搞什么 万联接通 这就是跟你已经区分战场不一样 苹果靠什么赚钱你知道吧 我每年有推新的 每年有新花样 今天苹果15为什么亏 推不出新东西来了嘛 假难听点 你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前驴技穷了 可是华为现在在搞 那苹果为什么能撑呢 大家虚荣心 我有Apple 我马上换新的 第二个用惯了 第三个追逐新的 现在新的没有了 华为的虚荣心慢慢起来了 爱用国货 它销售量大 所以说在这个战场上 我已经看到是非对称了 我不跟你苹果去拼了 我的鸿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跟云端跟AI一结合 一个手机可以管所有的事情 代替了电脑 代替了笔记型 代替了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才是 苹果今天睡不着觉的 今天跌个900美金 1000美金还是小事 就跟当年摩托罗拉一下就没有了 好就算两个继续斗 但是我问韩兵哥的是 其实底下的这个民间企业交流 倒是蛮热络的 一张门票2000美元 对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特别 因为这本来是美国式的文化 对 就是中国大陆 照理来说 他应该不太搞这些收门票 这些东西的 不然的话他收门票 这一次进博会 他收到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不知道是哪个公共公司 帮他们安排的 他每个收2000美元 我在想2000美元 可能是做一个门槛吧 就是要他诚意啊 对啊 就是表示你是有一定的诚意跟实力 你才会来跟我谈的 其实300人对习近平来讲 这个负担也很大 他要跟这个一一会面干嘛 他年纪也不是太轻了 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 因为他之前就讲过了嘛 他现在已经不寄望于美国政府 而是寄望于美国民间 那他就是现在在寻求这样的破口 那他这招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如果是其他国家的话 我现在跟你正在有点冲突在交恶的时候 我会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就会 我们的商界你不能随便去跟他接触 你跟他接触会出问题 政府警告你 就算不敢明明的警告也悄悄警告 查水表 美国人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商界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大 拜登为什么现在在以色列问题上 被挟制这么厉害 是同样的原因 所以这个东西他不敢阻挡 因为对这些商人来讲 我有钱赚的时候你凭什么阻挡我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招就变成让 拜登不能去阻止 然后美国的商界又会跟他会面 那习近平一定直接会告诉他们说 你现在配合美国政府去做这些制裁 对你们自己的企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转过头来这些企业 就会回头来施压美国政府 你看拜登从他上任到现在已经对 中国大会进行了好几波制裁 可是中间有几波这些包括半导体 包括一些高端的制裁 到最后就是用一种 比如说拿几个我们暂时先放缓 拿几个我们先开放 让你还有比如说 先让你再多一年多两年这样子 让你继续跟中国大会做生意 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受到商界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其实就是指导核心 就是让美国的商界重新去影响美国的政府 我觉得这一招大概拜登也不是很好应付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